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很開心我們又開始今天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今天討論的經文就是繼續昨天所講的繼續 《葉佛所書》四章十一節開始的 我們昨天說了他所賜的有仕徒有先知有傳呼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承傳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次繼續十三節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聖人 滿有基督掌成的新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眾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這次所講的經文就是 上一次就是講到 神所賜的職份 我們所有事奉的崗位 都是為了承傳聖徒 就是建立他們的靈命 和訓練他們 叫他們能夠各盡其職 所以教牧其中的職責 應該不是單是帶他們信耶穌 和基本的栽培 而是訓練他們的事奉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 都應該做的 這個包括在我們的聖經 給我們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們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說我們事奉的那個 而工作的範圍是包括訓練的人各盡其職 如果他能夠各盡其職 一定是包括訓練 來建立基督的身體 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而十三節就講到一些方向的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 掌成的身量 這裡講到我們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就是說 其實宗教會的目的應該是同歸於一 是能夠合一的 我曾經有一次有一個傳統教會的牧師 是我認識的 他就在網上講到 那時候可能是 我不記得了 總之其實是一個大的聚會 我現在記得了 不過我不講出來是什麼聚會 是一個很大的大型的聚會 很多人參加的 他裡面就講到合一 就是希望所有的宗派合一 那我接著回應他 我說我希望和你合一 而我是聖年充滿的 按照聖經的方式 我想和你討論 不過他 始終的過程他都不是這麼接受的 因為聖年充滿的緣故 但其實我就說 其實就算你不認同 那你都可以一樣接受我們是 我們是 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 同心合一 興旺福音 但是在有很多宗派來講 他們就會有一個障礙 就是他們覺得 和聖年充滿的人 是不能夠合一的 其實我也跟他們說 我們按照聖經的方式去親近神 去愛神 去尊重神 去傳人福音 我們不同的就是我們愛慕神 以致我們被聖年充滿 而聖年充滿 經歷了全部聖經有講的 並且叫我們帶著能力祝福人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是違反聖經 如果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全部的改變都是正面的 都是幫助我們靈命的 幫助我們侍奉的 沒有一樣東西證明是 不是出於神的 那你可不可以去了解去研究呢 但是因為他們的身份 如果他們接受聖年充滿 他們就會被他們的宗派排擠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因為神學的問題 而造成不能夠合一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除了聖年充滿之外 也都有不同的教義 有時候有些教義可以說 不是那麼重要的 有些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不同的宗派都是 就是不會客觀地用不同的 就是經文去細心觀察 分析聖經的經文去達到這個結論 比如其中一個就是 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其實聖經是多處講到 是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而他們說到是 就是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神學理論說到 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是至高的 所以神說了會成就的 一定會成就 神想做的一定會成就 這是一個前設來的 神是全能 這是真的 神在這個世界上想做的一定會成就 不過神在人生命中做的事 聖經講到神不願一人沉淪 神不想一個人沉淪 這是神的心願 但是這個心願是沒有成就 為什麼沒有成就呢 因為人跟從耶穌 不只是說神想他們得救 他就一定是會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的 神很想基督徒愛主 神想所有基督徒愛主 現在講明了 如果你們不愛主 你們不冷不熱 我就想從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聖經是有警告 耶穌親自的警告 也都說到 如果不可以十字跟從我的 不配作我的門徒 是很清楚的 但是依然很多人不聽話 神的心願在基督徒 在人的生命中是沒有完全成就 為什麼呢 因為人沒有聽神的話 神是不會強迫人去聽祂的話 但是在列國 在這個不是屬靈的領域 在這個普通的領域 神說這個國家要臨 這個國家要臨 全部都會認嚴的 還有將來 末後日子有些什麼戰爭 全部都會認嚴的 但是在人信耶穌這方面 一定是有人那個回應的成份的 人會不會願意跟從聖靈 聖靈感動他信主 但是他可以拒絕 但是嘉義文說到 必定是神感動的 他就一定會信主 他就說這個是不能拒絕的恩典 這個就是他們神學的背景 但是有沒有經文說到神想人改變 神拯救人的恩典是必然不能拒絕的 是沒有支持的 而聖經另外有講到的 神將羊賜給耶穌 沒有人能夠從主的手中將羊奪去 這個是真實的 聖經是有講到的 不過問題就是這些羊是一次信主 還是恆久信主 從聖經我們看到有些人是信主短暫的時間 但是他真的是離開的 從聖經是有不同的經文的 但是因為他們堅持這個 一致得救永得救 所以也都造成一個 這個是比較神學性的重大的分歧 也有些其他就沒有那麼重要的 但是依然有些教會會堅持 譬如說到一定是不是要受診 還是不可以受診的 譬如有些人很病 是不是一定要受診呢 有些中派就說明一定要受診 這些點其實我覺得是一些 不是最重要的點 雖然我們有這麼多分別 但是現在事實上是 不是合一的 但是神的心意是 所有基督徒合一 不過事實上不是所有基督徒合一 這是一個可惜的現象 而我覺得在大災難的時候 這個合一是會更加強烈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 如果有基督徒 就是在這個迫白的情況 見到其他基督徒這麼熱心愛主 他們是會都想和他合一的 這個可能真的要到大災難 才能夠有這個更大的合一 好了 合一就是認識神的兒子 聖經講認識不只是講知道的 譬如聖經講到 就是 就是在創世紀講到 阿當與夏娃同房 這個字中文翻譯做同房 其實在原文聖經 其實它的意思是認識的 在聖經講到同房的字中文字都是認識的 其實這個 這個認識在聖經來說就是 是和他有關係的 就是這個字眼的意思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只是認識神的兒子 而不是知識上認識 是和他有生命的關係 而講到阿當與夏娃同房的認識 就是講到他那個肉體的關係 就是由他跟著生 該人阿伯 這個就是聖經講認識的意思 就是說原來 就是想所有人都和神的兒子 與耶穌基督有個人的關係 所以如果有人說信耶穌 但是與神沒有關係 與耶穌沒有關係 他不是真信耶穌 他是不可以得救的 他與耶穌沒有關係 是不可以得救的 是必然他信靠耶穌 必然是被聖靈感動 去跟從耶穌 遵從耶穌 親近耶穌 而他回應聖靈的時候 就代表他與神有關係 耶穌有認識他 他又認識耶穌 然後就能夠長大成人 我們個個都希望長大成人 不過在這個世界 我們都見到很多人 年紀大 不過不長大成人 我講的例子 有時候有些人會見到 有些人都成熟 已經是成熟的了 已經做人 爸爸 爺 或者是太爺 但是他依然很小器 這個以世俗來講 很小器的 很容易受傷害的 這個其實他不是長大成人 他只是身體長大 他的成熟 即是他的個人 是並沒有成熟的 在耶穌裏面也是一樣的 有些人信主很多年 甚至他是有 侍奉的崗位 甚至是教目 都有些 是他未必是長大成人 即是他裏面依然有很多的固執 沒有被神改變 這個提醒 我們每一個人都被神改變了 我們不是說 千萬不要說 我已經被神改變了 而是我們經常都說 神教我 教我怎樣謙卑 教我怎樣知道我需要進步 有人提醒我的時候 我都承認 我都需要接受人的意見 當然人的意見是錯的 我們不需要接受 但如果他意見是對的時候 我們要接受 那就能夠長大成人 沒有基督掌成的新量 即是好像耶穌那樣 掌成的新量 即是身體會長高 智慧會長高 情緒的成熟會長高 各樣的知識會長高 這就是神的心意 使我們不再做小孩子 不要再做小孩子 即是不成長 對神認識不多 在神裡面缺乏智慧 缺乏和人相處的智慧 我們都看到有些人 他信主很久 但是他和人相處很有問題 甚至有些人 我認識有些人 他始終衝破不了他的 他的自我的框框 即是他很難和人教皇 很難和人溝通 很難接受人的意見 因為他的心裡面 是很多這些困綁 所以他仍然是小孩子 就會中了人的詭計 和欺騙的法術 就是說 被各樣的詭計 現在 香港現在很多人 有欺騙 被人欺騙 在網上欺騙 但是呢 其實很嚴重的就是 這個熟靈的欺騙 現在呢 在網上有些不同的熟靈的欺騙 是影響很多人的 其實很多人的教導是聖經沒有講的 而有些是很明顯違反聖經的 比如說 有些人說災前被提災中被提 根本聖經是完全不支持的 但是很多人只是 就是看一個結論 就沒有看聖經到底怎麼講 沒有詳細去看經文 那我曾經和一些人溝通 有些人是直接都不肯去討論 那就是說呢 他們其實中了人的詭計 那現在有些 教導呢 就是非常之 就是其實很脫離聖經的 其中有一群人呢 就是他們就說呢 保羅就不是跟從神 保羅呢 是一個 是帶領人進入 尋論的 就是這樣都有過 為什麼呢 因為舊約呢 叫我們遵從神 但是保羅呢 就叫人呢 就說呢 安息日啊 節旗啊 這些呢 是後事的影兒 那形體卻是基督 是 我們是在新約的時候 是可以跟從 但是不必需要跟從 那就保羅對加勒太人說 他說你們 堅守這些節旗啊 我為你們 擔心啊 因為呢 為你們懼怕 因為擔心你們 因為失去了神的救恩 因為你們覺得要靠這些才可以 才可以得救 或者這樣才是遵從神 那麼保羅 真的很清楚講到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就 其實 列世的教會 由初期的教會 神呢 感動他們去 接受 我們現在新約聖經 成為呢 神所啟示的說話 但是呢 現在這些人呢 就說 不是 聖經 只是有 四福音 還有救約 還有四福音 師徒行轉 我都不知道他接不接受 或者他們都不接受 因為有保羅在裡面 就是有保羅的那些就不接受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他們其實那個 但是很多人跟著他 那也都有一些呢 又講到有個 我不記得 就是古靈精怪 有很多 有個名字 我不記得的 他就說呢 魔鬼有能力改聖經 他說現在的聖經 全部改了 他呢 有些人就 就是不記得聖經 譬如很多人都會說 信與不信 原不相配 不要同背影握 他就以為這個聖經 其實 聖經是說 李門與不信的 原不相配 聖經 因為普通人口語化 就說信與不信 原不相配 那 他就用這句說話 因為很多人就以為聖經就是這樣說 其實聖經是說 李門與不信的 原不相配 不要同背影握 那他就說 聖經被魔鬼改了 很多地方他都說到被魔鬼改了 包括 其實就是英文聖經 這些都是一些 令到人很迷惑 結果就不跟聖經 不聽從聖經 也有些人就堅持一定要守安息日才得救 但保羅說到這些是後事的影兒 那形體確是基督 所以告訴我們 就是守安息日 並不是新約信徒必定要遵從的 這個是後事的影兒 一個預表來的 預表來的 基督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站立得穩有神的真度 不要中了人的詭計 以及欺騙的法術 或者一些邪靈的能力 被人影響 被一切異教之風遙動 有不同的異端 現在都有發生的 其中有些異端 就會預言耶穌什麼時候回來 這些 沒有應驗的 我們已經知道他不是屬於神的 我們就可以不接受 不過依然有很多人接受 很多人接受 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人的異端 跟從各人的異端 所以 這個經文所講到 就是我們 教目有責任 去訓練 去栽培基督徒 幫助他們有能力 分辨聖經的真理 以及 建立他們的 侍奉的能力 因為他們需要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各盡其職 有些人可能他的 侍奉 譬如他是在教會做接待的 他接待人 他也祝福人 去關心人 那他就建立基督的身體 無論我們做什麼 譬如有些人 帶領敬拜 他只是想著唱唱唱得很好 那他不是建立基督的身體 而是他能夠真正投入去愛神 就會影響其他人都跟著去愛神 那就是說 我們無論做什麼侍奉 我們都去幫助人 更加認識神和神有親密的關係 也都是尋找方向 怎樣我們去更多傳人福音 怎樣更多建立人的靈命 是每個基督徒都需要做的 不一定教會有崗位才做 而是總之 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去傳人福音的 好 以上所講的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我就奇怪 為什麼有些宗派 或者是有些神學 會拒絕聖靈充滿呢? 因為聖靈充滿是很普通的 你看盧家福音 士團傳 很多聖靈充滿 難以接受 因為很多人來說 他是難以接受 一些這麼強烈的聖靈的臨載 因為有些人定義了聖靈充滿是怎樣的呢? 是一定柔和舒服的 他說我們看到這些現象 我們不舒服 所以這個不是聖靈 這件事是他們的前設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問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親眼見耶穌趕邪靈 那個人在那裡 口吐白末 然後在第一點差不多好像死一樣 後來耶穌趕邪靈 然後好像死一樣 你見到 如果你不相信有這件事 你會不會害怕呢? 他會害怕的 也會害怕不代表 這個不是神的工作 聖經講到聖靈的感動 會帶來平安、輕省、愛 這些是當我們和神有密切關係的時候 帶來的果效 但不代表人見到別人 強烈經歷聖靈 譬如說 有些人會哭得很厲害 他說為什麼會哭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他裡面的憂傷都走出來 所有的傷害 這麼多年來的傷害都走出來 所以他裡面這麼強烈的憂傷 他會哭得很厲害 但有些人會說 我接受不了 在《格林多前書》十三章 如果大家有聖經可以揭去那裡看 就講到第八節那裡 愛是永不止息 先知廣道之能終必歸無有 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他講到說謊言之能終必停止 先知廣道之能 其實就是說語言終必歸於無有 就講到現在所知的有限 先知所講的有限 等到那完全的來到 者有限的必歸於無有 完全的來到 他們就說完全的來到就是 新了聖經啟示完畢 但其實在經文看 是根本不支持這件事 他說我作孩子的時候 壞語像孩子 深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 丟棄了 我們如今彷彿 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的有限 到那時就全知到 如同主知到我一樣 是否好像耶穌認識我們 我們是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到那時的事 成了人 就將孩子的事 丟棄了 問題就是 是否是新了聖經啟示完畢 人就變成成人 就不再像孩子 還有 現在好像好像對著鏡子觀看 模糊不清 到那時候就面對面了 我們如今所知道有限 到時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樣 是不是好像耶穌認識我們這樣 我們就全知道呢? 其實當保羅寫《高林多前書》13章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 就是當保羅在寫寫寶羅書信的時候 差不多全本新的聖經已經啟示完畢 還有一些書信還沒寫 還有啟示錄還沒寫 是不是那些書信寫完和啟示錄寫完 我們就全知道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 這個聖經是非常之牽強的 其實這個講到全知道 還有那時候面對面 就不是模糊不清了 面對面 這個面對面應該講到是面對面見耶穌 我們現在不是面對面見耶穌的 所以這裡是講到將來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去天堂的時候那時候就會面對面見耶穌 還有全知道好像主知道我們一樣 那他們這個非常牽強的《聖經》就說 這個應驗就是在《新的聖經》啟示完畢 就再沒有熟靈的恩賜 那些其他恩賜有的 音樂啊 行政啊那些人 不過呢 醫病趕鬼啊 有些人都接受趕鬼的 但醫病就沒有了 行義能就沒有了 先知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定義了 所以呢 我回應第一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這個根本不是講到 在《新的聖經》啟示完畢的 而是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另外呢 就是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講到《熟靈恩賜》 包括醫病啊 行義能啊 作先知啊 這些都是他沒有講到會停止的 寶羅沒有講到會停止的 還有《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我講到《神說》在末口的日子 我要將我靈囂灌煩有血氣的 你的兒子要說言 《少年人見異象》 《老年人作異夢》 這個日子到了什麼時候呢 到了主大而明顯的日子 未到以先都會發生的 就是說到世界末日 都會有這些恩賜的 但是呢 他們 就是沒有去詳細看這些經文了 還有他們覺得神的話語已經足夠了 我們就說神的話語是很有大流 不過神都給我們另一個兵器 就是聖靈充滿 為什麼我們不用呢 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看到那些現象 他們不接受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有些人 行使熟靈的恩賜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的教導不得完全 這個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之前也曾經說過 《靈恩派》有些做法是 是沒有在聖經裡面拿出來的 那這個真是非常之可惜的 如果他們是用聖經 完全用聖經的時候呢 就不會造成現在這些的分裂了 還有初期經歷聖靈充滿的人呢 就有時候指控傳統的人說 你們沒有說謊言 不可以得救有些人 甚至是這樣的說法 其實這個很愚蠢 就是這個都沒有聖經的根據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現象 所以總括來說他們有這個恩至終止論 還有他們有看到一些現象 覺得是難以接受 還有他們覺得神的話語已經夠了 不需要再有聖靈充滿 這些的因素 也是他們反對靈恩派那些 有時候有些教導是沒有從聖經拿出來的 OK 好 我們盡量用一個溫和的方式 希望他們會接受 我們就不要講得很強烈 希望他們會接受 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聽到我們講的時候 都是會覺得我們不是這麼極端 我們就只是說聖經講的 我們都去接受了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一起祈禱 你們大家可以站起來 我就對著鏡頭不可以站起來 我們一起愛慕神 請我天父多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設立的 有仕途有先知 有傳呼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了承傳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求主幫助我們也都在主裡面合一 幫助我們侍奉的人 都是時時想到我們怎樣承傳聖徒 叫他們各盡其職 訓練人怎樣全心遵從神 侍奉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祂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神的旨意就會成就 求主幫助我們有這個 這個神給我們的目的 神給我們的job description 就是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們侍奉的人 那個神給我們的指示 我們的職責是什麽呢 就是去承傳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求主幫助我們發揮你的生命 發揮神賜給我們各樣的恩典 被神去大大的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的名被清重 神你是配受最高的讚美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的名是配受讚美 我們全心 跟從你全心 愛你 依靠你 尊崇你 走你的路 是神你所喜悅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主啊 我們需要親近你 我們就有力量 由我們將整個生命獻上給你 主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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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我心 將我擔抱 我僅靠你 屬於你 我僅靠你 僅靠你 我僅靠你 屬於你 我僅靠你 僅靠你 我僅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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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靠你 主幫助我們 真是整個生命歸給神 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能夠盛存聖童 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幫助我們不要走懶不結果子 幫助我們發揮生命 給神大大使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利亞 多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 阿門 好 祝福大家 祝大家同在 還有沒有任何回應或者問題 很多特別聚會 看到很多聖靈彰顯的工作 其實為什麼傳統教會的人害怕呢 就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 覺得很恐怖 覺得好像控制不了那樣 那我的回應就是說 其實聖經有講到邪靈 有邪靈 講邪靈的時候 是會有強烈的反應的 而有些人他們不知道 他們另一個理論就是說 基督徒沒有理由被邪靈影響 或者有邪靈附體 那這件事我們真的發現是有人有的 就是真的有人 他是信耶穌 而是真的講出邪靈 原因就是因為 在以弗所書第二章一節那裡講到 我們 本來死在罪我過犯之中的 我們從前是這些 這些被這些 就是在不信之子 在死撥益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他們在我們 就是 以前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是控制我們的 就是以前未信耶穌的時候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一下 以弗所書第二章二節那裡 那時 就是說你們死在罪我過犯之中 他叫你們過來 那時 那時候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益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就是那時候你順服 這個邪靈 現在在撥益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本為可怒之子 那就是說 其實不信耶穌的人 全部都是被邪靈 影響或者是附體 不是個個都是附體的 附體就是影響他的身體 影響他的說話 那樣 那問題就是 人們信耶穌是不是真的被耶穌掌權 很多人信耶穌 他依然又吵架 又說謊 又貪錢 依然有很多的 譬如是情慾的問題 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穌 但是他依然有包兒拉 就是在他信耶穌之後發生的事 為什麽人可以被魔鬼留地步 所以就會被邪靈 根本那個人信耶穌之後 是不是真的邪靈 完全離開他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不接受 為什麽有些人會有邪靈彰顯 有時也都是他賴了我們 就說他來到聚會才有邪靈 其實是來到聚會 將那些邪靈彰顯出來 不過有時還沒趕完 接著他就離開聚會 他很接受不到自己有邪靈 接著就去找傳統教會 他就說 你去了寧恩聚會 所以帶你邪靈 這些都是一些 好像解釋不清楚的一些情況 好像很難去解釋 給他們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在網上去回應 就是講到聚靈的工作的真實 以及怎樣改變我們生命 全部是正面的 而有邪靈彰顯示 只是小部份人 大部份人是沒有的 大部份人是平安喜樂 興省愛的 只是有些人他本身有邪靈 沒有清理 現在在網上 香港有一個牧師 是不斷主持一些聚會 因為他屬於中派 是反對寧恩去到的程度 就是說聚靈充滿 那些寧恩派是邪靈充滿 他直接說是邪靈充滿 有些人本身有邪靈 去到聚靈的聚會 去到聚靈的聚會 接著邪靈彰顯 就找這個牧師 這個牧師就拍片 就說他去到聚會得到邪靈 其實我和這個牧師溝通 因為神有一次感動我 我平時不看群組的訊息 因為太多了 我只會在群組做什麼呢 我發出我有時有些重要的訊息 我內宵才發一次 我根本不會看的 但是那次呢 神讓我特別看到這個牧師 我還以為他是 因為他講到一本書 講到他辯別的靈界那些東西 我還以為他是一個 傳統教會的人 接受聖靈工作 由我約他見 發覺不是 他是反對聖靈充滿的 他說呢 我擔心你有邪靈 我說 我說好啊 你試試跟我說邪靈 他又不肯 有一個人呢 是我們認識的 也有上這個 我們現在是Zoom的課 他就曾經跟過這個牧師一練 那個牧師說呢 很難從那些人身上 趕出邪靈的 這件事很搞笑 因為他真的趕不住 怎麼趕呢 他趕不住 我叫他趕 我說你幾個牧師來趕 證明我身上有邪靈 他不肯 為什麼呢 他趕不住 根本沒有邪靈 假設有邪靈 但是他又不肯面對 他又不能夠證明 但是我來說 任何人有邪靈 我是可以趕得出來的 奉耶穌命可以趕得出來 所以這些都是 有些人傳播這些話 聖靈的彰顯 我就會這樣說的 聖靈的彰顯 有一部份真的 那些人是有邪靈 有時情緒 有時有些人是順便 把自己的不開心發出來 就是他在喊喊喊 其實他可以控制的 不過他喜歡喊喊喊喊 他在喊 有些喜歡在跑 喜歡在滾 他喜歡 有些不是真的聖靈要去做 是他自己做的 因為他很放 他做一些很 他平時沒有做的事 覺得很自由很放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我們帶領聖靈祝會 一定要解釋 但是我見過有些人 帶領聖靈祝會 是完全不解釋的 我一看到有人 一笑 我立刻說 解釋給其他人聽 聖靈可以叫人喜樂 開心笑出來 是很開心 好像天堂那樣 我也會叫那個人 去分享 去鼓勵其他人 這個經歷是很正面的 也可以控制 隨時一停 立刻可以停 這個就是我會做的方法 解釋給別人聽 為何會跌倒 有時有些人不接受 我立刻解釋 聖經講到 約翰 在《啟示六》一章十七節 看到榮耀耶穌 就跌在地上 其實原文不是跌倒 是跌 沒有說是向前一向後的 他就說聖靈那些跌向前 是跌倒 中文聖經翻譯是跌倒 其實原文是跌倒 沒有說是跌前一跌後 另外就是 《喀倫傳》九章 就是 保羅見到 蘇羅見到 榮耀耶穌 又跌倒在地上 在《彈妖書》第十章 當他見到異象的時候 也是跌倒在地上 毫無力氣的 這些都是聖經裡面支持 在神的同在人可以跌倒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其實他的宗派是挺有名的 是全部釘了這些是邪靈的 但是有很多傳統教會就沒有說是邪靈的 他只是說我們不走這條路 是 那時候我在一個傳統中派裡面 我是侍奉神 其實很搞笑的 當那個中派知道我是聖靈充滿 他馬上排擠我 但是有一次那個會長 他是有病進了醫院 我去探望他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跟我按手祈禱 很奇怪 那個中派反對 但是那個會長是接受的 另外那個中派 我寫《輕鬆得勝》也是那個中派寫的 就是幫我印的 那個會長是接受四年充滿的 但是他不會在四年充滿之中運作 他接受我這個人 所以他把我的書印出來 他覺得我寫的書是可以激勵人的生命 所以其實在傳統教會 他們就沒有定義為是邪靈 不過他們就說我不走這條路 那有些就說是極端 但是我就說 你看我的教導很全面性 我什麼聖經經文都講 講到基督徒全面性的生命 我有什麼地方不合乎聖經 請你告訴我 他們又說不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可惜的情況 OK 我們都為他們祈禱 還有可以影響的就是個別影響 其實同樣我告訴你 大家 其中一些很重要的教導 而很多人跟錯的 其中一個就是災前秘提 但是好像從那些人說 是好像沒用的 另外就是 猶太教 由起初的時候 就是保羅 他們傳導 耶穌傳導 耶穌的時候跟著保羅 那些猶太教的人都排斥 一直排斥到今天 有些猶太教的人相信耶穌 他們都說耶穌真是好 有些看到耶穌的意象 說給其他人聽 但是那些人馬上又排斥他 這都是一些好像 真理被一些人的欺騙難阻 我們求神幫助 我們有智慧聰明 以及各樣的方法去見證神 你都可以分享聖靈的工作 讓其他人得到鼓勵 得到幫助 我不是可不可以 是滿 2019的 還有兩太教跟著 來到大陸 有些人 你又可以信任 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